艺人廖威廉当年从《我爱棒棒堂》出道 近年来将众星转网拍戏 日前飞往大陆如火如荼的拍摄新剧时 却传出受伤意外 眼睛遭木剑打到 不但喷血肿了一圈 甚至伤到眼球 导致视力剩下0.3 让粉丝心疼不已 艺人廖威廉 之前我的戏剧环境里面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台词那么长 而且之前都是一些时装剧书起古装头 接受媒体探班访问 台湾艺人廖威廉转战大陆戏剧 在陆剧《一同神探》中演出男主角 1月16号才正式举行开机仪式 没想到开拍10天就发生意外 好友无客群PO出多张威廉的眼睛受伤照片 红肿还有伤疤 看起来相当严重 原来他在剧中有许多吊钢丝 拿着木剑打斗的桥段 一个不注意被木剑伤及眼睛 导致受伤 现在视力只剩0.3 威廉收工后也在微博上跟粉丝报平安 目前外伤就剩一些结痂 视力也慢慢的在恢复当中 吃了这行饭就想坚持做到好 我会继续拼下去 希望每个跟我合作的人都能认为我是个演员 受伤了还是继续拍戏 对于工作相当敬业也让粉丝心疼 虽然许多台湾明星一窝蜂前往大陆发展 但其实大陆的戏剧拍摄环境没有像表面风光 不搁上节目分享自己在拍戏时 因为不胜坠马 还让手臂拖臼 虽然讲起来轻松 但当时也休养了好一阵子 再来就是先前因拍戏过度 身体不堪负荷而暂停演绎工作的赵丽颖 过去曾在拍摄骑马戏时亲自上阵 没想到意外摔下来骨头错位突出 所有危险动作 像是吊钢丝或是在杀的里打斗通通不用替身 其他女星像是迪丽热巴和杨幂也都在拍戏时曾经受伤 大陆剧一步接着一步拍 但演员们的安全措施似乎还是要再更仔细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